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年升4月后步入整固阶段 差股处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4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步354.2点 较3月的352.3点逐升0.54 创至去年9月后的7个月新高 为升幅收窄至今年最少 楼价今年起已年升4个月 对涨5.83% 若与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398.1点比较 楼价累积跌幅收窄至11.03% 有大行分析预计 楼价能否向上视乎息口及港股 并修定全年中小型私宅楼价升幅为2%至6% 差股处最新数字显示 本港楼价指数年升4个月 见7个月高位 最新4月全港私人住宅楼价 指数升至354.2 按月升0.54 按年值跌8% 中小型单位 1076方尺以下 售价指数按月升0.51% 较大面积单位 1076方尺或以上 售价指数按月升1.26% 今年首4个月 支宅楼价指数升5.83% 当中A类物业 430方尺以下 售价指数按月升0.99% 比类物业 431至752方尺 按月升0.26% 至类物业 753至1075方尺 按月升0.09% 表情符号斩眼开心笑类物业 1076至1721方尺 按月升1.42% 以类物业 1722方尺或以上 按月升0.42% 租金指数方面 上月施宅租金指数部178.2% 对比3月的175.7% 按月升1.42% 年涨3个月 指数创7个月新高 总结今年首4个月 租金指数升1.54% 按年同期则升约0.51% 各类单位租金指数全面暴升 升幅最多为面积753至1075方尺 单位报151.9% 按月升1.88% 面积431方尺 或以下单位报197.9% 按月升1.64% 面积432至752方尺单位 报175.9% 按月升1.44% 面积1722方尺 或以上的豪宅大单位 按月升1.28% 最新报134.3% 面积1076至1721方尺单位 报146.2% 按月升0.14% 高历香港研究部主管李远恩表示 楼价持续由中小型单位大动 首季表现复数 主要受复偿通关 发展商积极推售 调整印花税阶及美国家息步伐 减缓四大利好因素 带动市场乐观气氛 踏入第二季 官府施宅市场成交金额及中数 明显比首季次热放缓 楼价能否持续向上 很大程度视乎息口 以及港股市场变化 他又指 徐着利好消息逐渐在市场反映 及消化 在官府近期银行同业拆息走势 折折上升 至5月10日起更突破4厘 最新报4.35厘 虽不直接影响按揭贷款 为对整体贷款的成本造成上升压力 特别是需要银行贷款作营运的企业经营者 将会更审慎运用资金 从而间接令楼市购买力趋向保守 另一方面 向来被视为楼市指标之一的恒生指数 近来表现波动 从年初高位的22688点 下错至18660点水平 造就利淡因素 楼价往往随之有滞后反映 值得密切参考 最后 首季的乐观情绪也驱使二手业主叫价进取 成交步伐 却未能跟上发展商的一手销情 故预期二手价前将在下半季逐步调整至市场价格 综合以上因素 该行修订全年中小型私人住宅楼价 预测案年升幅修订为2-6% 利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 由于整体经济在复偿通关后 持续复苏 加上政府锐以吸纳人财来港并大幅放宽人财清单 料相关效应陆续再次季尾段及下半年浮现 依此预计 6月楼价指数有机会再次扩大升幅 唐能按月升0.8% 侧次季整体楼价累计了升1.55% 连同首季的5.26%合计 上半年楼价有望络得约6.88%升幅